这一刻紧紧紧的抱着我 在哼那首我喜欢的歌 可惜远方注定这样的结果 不是谁的错 不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 像雨中的花慢慢飘落 最后老去枯萎 只有寂寞紧紧的陪着我 有点舍不得心里好难过 眼中的泪悄悄的滑落 有点舍不得过去那个我 只会傻傻的笑听你说 有点舍不得心里好难过 孤单的夜我无处闪落 有点舍不得过去你和我 一起去看 花开花落 也一起去看 花开花落 天空 夜我无所谓的 也可以在舍不得心里好灵 小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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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怎么呀 金牢立名家床长是否 台长爷 想好了怎么将待吗 张局长 你这么赌定的 要查查沿途 那我肯定你知道他比我还多 你还问我干什么 你叛胡言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怎么 心虚啊 到底是招还是不招 我来问你 到底是谁陷害我的 好 看你是条硬汉子 那我就点拨点拨你 因为要去如意 投资的不少人了 局长 潘教授奶奶和去世军的老板过来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太敏感 这辈子 你就本想碰起他老婆了 你 你 你 够老板 来了 来 坐坐坐坐 这有业势啊 你不能怪我 该组的程序啊 还得走 这谁让谭明凯他骨头硬呢 带他们过去 去 这边请 好东西啊 谁让你给谭明凯用心的 这 这是六月的意思 你不知道吗 六月 是啊 你们每来之前 六月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跟那小子多吃的苦头 我让他再让你找到 你这对我 尚 与我 定义忠 我实际想 明太 他们怎么把你当前进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 明太 如荫 我没事 这都是皮外伤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让她知道她爹是一个 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如意 不哭了 小冬哥怎么样了 九叔知道了吗 九叔和我们一起去看了明凯 九朗哥已经送他回去了 小冬哥在里头一定吃苦了吧 那不是人呆的地儿啊 我已经打点过了 明凯他没事儿 放心吧 那就好 那快回去给夫人回个话吧 都快急疯了 如意 小冬哥 其实现在能救明凯的人 是思若 思若 为什么 你想 现在思若是佟家的大当家 在商政两界还是有话语权的 既然他们能联合起来驱逐谭家 肯定能联合起来保释明凯 好 一 Papa 那肯定是 等少奶奶回来就知道情况了 夫人 怎么样 见到明凯了吗 见着了 他怎么样 玉日劳头有没有为难他 张局长怎么说 他什么时候可以放出来 娘 您放心 再怎么说 他也是谭家的少东家 再加上我也打点过了 他们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娘 张局长说了 私犯烟土非同小可 但只要调查清楚了 就会放人 敏凯让我告诉您 他很好 让您不要担心他 怎么能不担心 谭家从来就没有一个 蹲过大牢的子孙 他算是开了歇河了 这孩子 可不是真的为了 查员资金周转 跑去做傻事吗 娘 明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您一定要相信他 他是被人陷害的 谭家与人无冤无仇 是谁那么陷害无仇了 现在是不能依靠警官 我们要自己查 怎么查 娘 我已经吩咐老五了 让他去调查清楚 出事那几天 仓库到底是谁在看管 一般看管仓库的 都是谭同两家信得过的老人 魏大叔 就麻烦您去调查一下 到底是谁和佟家比较有渊源 云怡 不管用什么办法 请你一定要约丝若出来 我明天要见他 好 你怀疑同家 你是觉得我们两家 急的仇还不够深吗 似若对明凯一往情深 他怎么会陷害明凯呢 我现在除了自己家里人以外 所有人都怀疑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 拧成一条心的话 就别想救明凯了 魏大叔 麻烦你明天去调查的时候 越少人知道越好 以免节外胜之 不然 不然 少奶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 看 云怡 您今天带我到这儿来 到底什么事 如果是为了谭敏凯的话 我真的无能为力 为什么要见我 为了明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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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叔 您看看 这里面谁最合一 这几个人 原先都是跟着我们老东家的 应该不会有问题 这两个好像是童少爷带过来的 这个程翔原来跟我童老爷 跟童家关系最好 明白 我现在去挨狗找他们 千万不要打扫精神 你要是觉得他们有问题 赶紧告诉少奶奶 好 放心吧 义父 现在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 什么 把谭明凯押解到上海 为什么 好 我知道了 和冬凯押解到我们都在握人 可能是什么 还有我 是什么 不可以 我们赞気留在他 这些人 我们能去打这个 导臣 拿这个 但是我应该能承认 你应该去 激光 有些人 能承认我 我相信 你了 天啊 我相信 他的话 你找什么棋啊 别怕 慌什么 坐 坐 坐 我跟你说啊 没事 就算他们怀疑了 但是没有证据 谁能把你怎么样 我觉得很不安 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就算出了事 有我跟你盯着 你有什么好怕的 死若 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接下来 你只需要尽情地享受 复仇带给你的快感 如意告诉我 敏凯被打得遍体鳞一伤 我现在想知道一件事 敏凯最终的结果 到底会怎么样 我答应过你 不会要他的名 但是有一点我想知道 就算敏凯能够活下来 但他已经不是 谭家的大少爷了 他是一个 人人唾弃的阶下囚 你还要他吗 我要 那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保持镇定 骰子已经扔出去了 你除了等待 没有别的选择 可我从来都没有做过 这种事 我每天都害怕得睡不着觉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撑多久 没事 等待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煎熬 可这个 能帮你熬下去 这秋朗哥今天怎么回事 还不来 大小姐 别喝了 我为什么不喝呀 今天是我生日 来 阿康 干杯 你这么酗酒 会对身体不好的 都快把自己变成秋朗哥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他 所以我只能改变我自己 你 对了 你猜 秋朗他会送我什么生日礼物啊 鲜花 香水 项链 总之 都是你喜欢的 而我 只能送你蛋糕了 对 毒吗 他送来的 只有纸子和质文 申请爱事如意 去找思若的对吗 怎么样 毒对了吧 也死 你们要有写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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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 我跟你说过 我布这个局 是要梅老九说出真相 我不会伤害谭明凯的 可是你不觉得你这么得到谭家 你太龌龊了吗 我不觉得 谭竟然留下我遗嘱 我拿回自己的东西 有什么龌龊的 遗嘱 对 谭竟然 把谭家的一切都留给卢 那份衣处在哪儿呢 可能已经被谭夫人毁了 要不然的话 我不用这么对谭明凯 你说过 你从来不在乎谭家的财产和地位 你都是骗人的吧 我现在还是不在乎 我想把谭家交给义父 那一切就结束了 你懂吗 别吵了 你们应该是最亲近的人 再这样吵下去 你们只会互相伤害 对不起 阿康话多了 段小姐 生日快乐 我先走一步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都忘了吧 在过去的每一年里 你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的生日 但是现在 仇恨让你忘记了太多的东西 仇恨 你都要走一步 你不在乎 今天也不理完 但是你要知道 仇恨 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的肉里 不管我想不想 它都在那儿 一碰就疼 我只有把这根刺拔出来 才能干干净净地给你一份承诺 我之前 对我们的将来什么承诺都不敢给你 但是今天我要说 叶子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我高求了 都要和你在一起 我要照顾你 保护你 关心你 这道死亡 把我们俩分开 善子 生日快乐 谢谢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我没时间了 赶紧告诉我那份遗嘱在哪儿 现在有人想要我的命 想要你儿子的命 我爹也就是谭起人 到底有没有留给你张纸 别说 别说 说呀 不信我呀 不 不 不 清雲 我知道 你一定能听懂我的话 我总觉着 咱们的儿子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可我现在这身子 无法等到相认的那一天 这是我早已写好的遗传 你说不好 这是我 作为一个父亲 为儿子 为义能尽的侄子 这是我 为义能尽的侄子 我明分 明分 明分 谈假 明分谈假 我对果然提到的明分谈假 怎么样 那份遗嘱是不是留给我的 是不是 告诉我那份遗嘱在哪儿 说 说呀 告诉我 告诉我在哪儿 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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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在哪儿 告诉我呀 那我的看法 怎么了 我 我 给你 我 好 我 先 一直在靠童家接紧 而且 少冬家出事那天 是他在仓库值着伴 那赶紧找到他呀 我连夜就去他住的地方了 可人跑了 那一定就是他 这么点时间 一定跑不出乌查证 我派人把码头车站去看看 一定能找到 好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他 我去 邱兰哥 阿康 你最近是怎么回事 老是哈齐连天的 你是没睡好 还是碰了不该碰的东西 你是说烟土 没有 我就是他 我这就很同意 我都不想看 我在这儿 你不想看 他去看 是在这儿 我看我 你不想看 我看他 你还想看他 他一样 还想看他 他那样 我看他 他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小姐太客气了 陈销 高老板 我正要找您呢 您看 这是我所有的钱 我求您再打点打点张局长 让我再见见敏凯 小叔 太巧了 我今天来找您 也是希望您可以帮帮敏凯 我求求您 求求他 求我 就说咱不要滚入墨角了 只话只说吧 你有没有想过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血脉 而谭敏凯是你没老九的孩子 你 你胡说什么呀 就说你这么一个卑贱的茶窟 把自己的孩子堂尔皇之地送进了谭家 成为了少东家 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而我呢 谭家真正的继承人 过着颠沛流利 诸葛不如的生活 这一切公平吧 我告诉你 理事是不可以改变的 应该到了还他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我只有如意这么一个女儿 为什么你听不懂 这一切对你很不利啊 我告诉你 谭敏凯进大牢 也是我一手策划的 我可以让谭敏凯活 也可以让他彻底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那谭敏凯是死是活 就得看你能不能听懂我的话了 我还可以告诉你 是我松荣通自若 把烟土放进谭家的货柜 陷害谭敏凯的 最关键的证人陈翔 现在就在我的手里 只要你同意跟我做一个交易 我可以把陈翔交出去 证明谭敏凯的清白 怎么样 交易 我会着急谭家 误查这男女老少 你必须当着他们的面 告诉他们 谭敏凯是你没老久的孩子 你 你这是要毁了谭家呀 谭家本来就是我的 我怎么会毁了他呢 我真正要毁的 是谭夫人 如果我不答应他 三天之后 张局长会把谭敏凯判成死罪 押解到上海服刑 到时候就说 恐怕你就得拿这些钱 给谭敏凯稍使用了 娘 我已经跟史尼斯先生谈过了 他基于对敏凯的信任 答应多给我们几天时间 只要能证明敏凯是清白的 他就不追究责任了 关键是 怎么证明敏凯的清白呀 不行 我得去求私路 让他召集大家 联名担保敏凯 娘 别去了 别去了 这是唯一可以尽快 放出敏凯的法子 思路一定会答应的 这件事情 可能和思路有关 怎么可能呢 就你心怀滚态 现在居然还在当嫁祸别人 娘 都到这个时候了 您是宁可相信佟家 也不肯相信我吗 我已经相信过你一次了 你说要调查 结果呢 查出什么了 我看你 你也把她骗不太与账 容忍 去吧 你个人 我给呢 我给了解讯了 看我 你再给了解讯了 我不是 完全没有 原来这个房间 是我给如意和谭明凯 结婚用的 您看 一转眼 如意都怀上您的孙子了 九叔 您就踏踏实实住这儿吧 我会照顾您的 直到您想明白 高老板 你相信我 明凯他不是我的儿子 求求你们放过明凯吧 真不是 真不是 但是我不相信你 我说他是 这真不是我儿子 说不是就不是吧 阿康 打个电话给张局长 就说让谭明凯 从乌查镇消失 好 等等 让我 让我再想想 时间不多 三点 让你怎么回事 我 可以 你没什么 我只是害怕 陈师傅 要想先害敏凯呢 必须要先进到仓库里面 我就是想知道 那天进仓库的人 到底是谁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装什么傻呀 不知道你跑什么呀 老五 陈师傅 我们知道您跟佟家的情谊 我知道 您一直追随佟老爷 还有佟少爷和思若 也对您生病的女儿关爱有加 所以您什么都不说 恰恰证明了 这件事情跟佟家有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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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恨不得牵连到我 这样 我至少能去监狱里面陪明凯 闭上了眼睛 听风在呼吸 仿佛昨天在演技 从不曾离去 思念在逃离 回忆那么清晰 恍然之后才发现 赢了世界却掉了自己 是我错怪了你 迷雾遮住了眼睛 落花时间 虽然那么美丽 下一秒就不见踪影 是我错怪了你 乱世无力看风景 若听言语中 聚散和分离 我把幸福留在眼底 是我错怪了你 迷雾遮住了眼睛 落花时间 虽然那么美丽 下一秒就不见踪影 是我错怪了你 乱世无力看风景 我把幸福留在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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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翻ирован 我把幸福留在眼底 就要赢成千年 كwork得分 你 英文